林郑英陶木剑客将原来还有历史典故 喜欢林郑英电影的小伙伴都知道 林郑英在僵尸片中 经常都是以一身黄袍然后手拿一柄陶木剑出现 每次遇到僵尸只要林郑英拿出陶木剑 都能瞬间化险为夷 陶木剑也堪称林郑英最牛的一件武器 那么为什么一定是陶木做的剑 不是什么铁的或者铜做的呢 木剑在大部分的印象中 都是小孩子家家手里的玩具根本没有杀伤力 金属做的剑明明更有攻击性 林郑英为什么偏偏选择用陶木做剑 这和僵尸有什么关系 又和道教有什么样的渊源 实际上这个很好解释 那手势不是这么说的吗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有星陶换旧服 陶木的作用其实就是避邪 古人用画着神图 玉蕾二神的名字或者画像的陶木做成的板子 悬挂 线缀或者贴在门上就是用来驱邪避火的 这是我国最早的春联有镇灾避邪之说被称为神木 不过说白了陶木可以避邪 那么原理是什么呢 刚才提到了神图和玉蕾 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两个神人 传说在鬼域的世界当中 就有一棵树冠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 在桃树的树梢上有一只金鸡 每天的清晨时分 桃树的树梢上俯卧的金鸡就会发出长鸣声 这是为了提醒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要赶回鬼域了 而鬼域的大门两边分别占着两个神人 也就是神图和玉蕾 如果鬼魂在民间游荡的时候干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鬼魂进门的那一刻就会被神图和玉蕾察觉 之后神图和玉蕾便会将这个鬼魂捉住 这个时候就是会用到桃树棒来责罚鬼魂 最后再用盲尾座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牧 所以古人才认为鬼魂都害怕桃树 桃树在我国民间文化和信仰上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关于桃树的传说也不止一关 传说夸父追日 临死前就将一根神木抛出化成了一片桃灵 因为古人觉得妖魔鬼怪都会害怕夸父 于是就认为夸父留下的桃木也能代表夸父的身份 如果做成桃符或者木剑 都可以想要除魔屁邪除煞 在林郑英的电影中除了桃木剑 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历史早有记载的法器 其中包括万法归宗 糯米黑斗穴以及墨斗 甚至还有茅山真传的茅山玉佩 而桃木剑也是林郑英亲自挑选的 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用普通木头代替桃木的商贩 传闻林郑英为了弄到真正的桃木 还专门找了行家帮自己检验 最后花了大价钱才找到了货真价实的桃木 而且林郑英耍桃木剑的招式肯定也不是自己瞎编的 像画黄服这些在电影中出现过的桥段 画黄服的方法都是林郑英学过的 全是正宗的画法 为了追求真实和质感 可想而知耍桃木剑的招式肯定也是货真价实的功夫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